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非常精准的谈到了欧洲盟友反应冷淡 甚至于在G7会议结束了之后呢 梅克尔就德国总理梅克尔 他刻意的也发表了一番谈话 而他刻意的说G7必须以G7为基础 然后好好的跟G20来合作 你要注意喔G20里头 他就是除了七大工业国之外 就必须要包括了中国印度巴西啦俄罗斯啦等等等等的 就很多的这个国家当然包括了韩国 他特别点名说在G20当中尤其要跟中国长期合作 所以这边G7拜登所定调的是跟中国之间要有跟盟国之间一起合作 对中国的长期战略嗯但是在梅克尔的眼里看到的是我不能够只是去谈竞争 我一定要把合作纳进来嗯那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这个G7是很重要 这个G7虽然是在拜登刚上台之后啊就展开 那他整个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我们先看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原来原来呃在在特朗普时代 特朗普的后期一直想要呢筹组一个叫G10 对或者叫D10对那他在告诉你没有没有OK就说他仍然的维持呢G7的形态 嗯第二个就是说呢拜登上来了之后呢他原来我认为拜登所设想的那尤其透过呢布林肯 然后透过呢这个苏立文所做的召唤拜登大概有一种设想 就是只要我上来我重新一个就是说呢美国的美国的总统的身份召唤盟友 这些盟友呢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面结果没有 那从今的城市的G7告诉你美国的希望可能落空了 因为即便是在G7这么close的盟国之间的这个会议当中 美国也不是说了算对他的好处当然最少比比在川普时代特朗普时代那种 大家七个人关起门来恶草六六打一个那种情况要好多了 嗯可是他就是冷淡嗯就是OK你拜你拜登讲话我从梅克尔的反应来讲的意思就是说 啊我听到了嗯OK我听到这就好了但是你不要你不要问啊听到呢听到你要你要怎么样 我不会我不会怎么样好所以呃他进到了一个一个冷冷淡期就是最少不会像是过去那种呢 G7变成是G6plus1的那种情况对好那现在呢现在也许是G7但是是G7呢minus 嗯他不是plusG7minus他的功能呢比过去来讲要弱很多 嗯第三个就是说你看到看到梅克尔他们这些人讲话 我认为未来的国际政治他会越来越进到我们过去在念政治学的时候呃英文有有个在政治学在英文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有个概念 他说issue areaissue areaissue area就是说的议题的场域或者议题的范围他的意思他的中文翻译 我一直讲他什么他比较类似中文讲的就是就是论事嗯就是我们我们讨论经贸就讨论经贸 case by case啦我们讨论经贸讨论经贸讨论政治就讨论政治讨论南海就是就讨论南海你不要把南海经贸政治人人权什么东西都搭在一起 然后呢以一个所谓反共或者反中的名义觉得什么东西呢都要我们站在一起要要敌对 嗯那个时代过了嗯我我觉得在过去四年里面那美国政治所留下来的国际政治的影响跟土壤就是那个issue area过去我们认为是一个高度的务实的国际政治的思考训练在过去我们认为那个都只是都只是学理的训练食物的政治不太可能食物的政治一直都是意识形态对抗的嗯但是现在你看到除了美美国想召唤以外但是盟国的反应呢非常的冷淡这些事情 显示不是你不要以为之后呢德国法国这些国家就会跟中国手牵手非常的友好啊不会是不会可是最少他会就是论事他对他会不同的领域然后采取不同的态度是嗯就是说你看到的在军事上面在人权他可能也会在人权问题上批评批评你他也可能在某个某个经贸议题上面会跟你针锋相对对那但是他可能跟美国看起来很冷淡可他可能在太空探索在 军事安全在乌克兰问题他会跟美国紧紧的站在一起但我觉得欧洲跟美国相比的话呢是合作多于竞争嗯而相对而言的话美国呢美中之间的关系呢会是竞争多于合作嗯这个大概大概没有疑问啦就中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是必然的这个其实不用拜登讲大概也知道这个是格局框架的限制 好所以呢这一次的这次的G7的讲话之后他背后他还有一个一个大的大的铺陈呃拜登美国当然希望借着这一次G7的会议把失去了朋友的感情都找过来嗯用中文来讲能不能够破镜重圆 但是我们都知道赴水难收赴水难收而不是破镜重圆 就是破镜难重圆就是 就是 赴水难回收 对就这个G7的峰会你看到美国在做的就想要破镜重圆嘛嗯但是赴水难收因为去年跟跟今年光是过去的这两个月两件事情他其实已经彻彻底底的改变了中美欧三边的关系 G7不用太复杂G7呢没有参加的是中国参加的呢其实呢就就是美欧两个两个系统再加个日本加个日本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中美欧三边的关系第一个因为去年底的中欧的全面的投资协定这个呢是一个是一个框架性的是一个战略性的协议这个协议摆在那个地方只等双双边正式批准生效他会影响未来非常长的时间第二个就是上个礼拜我想大家注意到了 就是说欧盟的统计局已经告诉你2020年中国已经第一次取代美国成为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当然他有一些去年的特殊因素当然有些防疫啊等等的美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是减少的是的然后呢进口也是减少的但相信之下呢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出口进口都是成长的好所以双边的贸易在去年戏剧性的然后中国超越了美国称为欧盟地区的 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当然有去年疫情的因素的影响嗯但是就算今年呢没有办法持续但你可以预期的到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中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经济贸易伙伴这个简直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我认为是会会持续的大因为大大部分的媒体在谈这件事情都认为说那个是2020年偶尔出现的 我的意思是说他就算今年没办法持续嗯好就2021年无法持续你可以预期得到2025年绝对反转回来绝对是中国第一的嗯因为光从过去这几年你看到当东盟和中国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是那个那个速度来来的非常快没错而且呢成长得非常快东盟呢当然主要是东盟得到了爆发性的成长 我们我们只看过去20年里面其实所有跟跟中国建立紧密经贸关系的国家一旦那个关系建立了之后他其实都是快速成长对我们我们不用讲东盟不用讲欧盟台湾自己难道不是对没错台湾自己不就是吗过去20多年里面你看到的两岸的两岸的经贸的那个势头不管你政治上面怎么样两岸经贸的势头就是高速的标速的往往上没有谁能够挡得住 所以中欧之间的关系当然上个周周末啦上个周末我用我用我用中欧班列区就去形容你看看中欧班列对你看中欧班列不管他载运的货柜或者他发的列车次去年最后统计是12400多多车次平均一天嘛你除以365平均一天大概将近40个车那每一个车车你知道那个中欧班列最长的最最长的可以到1.5公里 一列车对1.5公里但但进到欧洲没有进到欧洲因为欧洲的最大的车站或货车站只能650公尺可是650公尺也很惊人啊没错半公里多你说车都看不到车尾每天这样这样子跑他在告诉你说中欧之间的那个贸易已经是挡不住的相反我不说中欧我不说美欧之间就一定过去可是他一定被取代嗯 这个是我们看到呢拜登在G7他的起手势你看到拜登他必须要被被迫接受盟友的框架就是盟友认为你不能够全面性的针对中国大陆不能全面性的反中你必须是就议题性的来决定说哪一些议题我们也许可以合作哪一些议题我们必须是竞争甚至我们必须试图去改变中国的 嗯但是我不能够全面性的反中这是拜登在一上任的之后嗯他的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面的起手势我认为他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压力所以有一个场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拜登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媒体其实问的很具体嗯问的是人权问题新疆啦香港啦台湾这个是国外媒体非常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嗯但是拜登在这个问题上面好像毫无准备是怎么一回事嗯 他不会没有没有准备因为因为人权问题向来是民主党的强项嗯不要忘了就人权外交是在1976年民主长的总统Jimmy Carter提的那共和党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自私的现实主义的政党他们重点是放在自由贸易就打开所有国家的贸易国门严格讲啦每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你如果他最核心的概念呢都是跟川普 那句话一样的就是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他的罗罗级都是一样只是你要不你要你要不要像川普做到这么的极端嗯好但是呢民主党就不是民主党基本上碰到人权问题那个是他是内心最柔软的一块嗯他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个问题他一定就会有一种惯性的腔调要发出来好但是拜登在这次受访上个星期二的时间他接受CN的访问嗯接受CN的访问 你不要指望CN不问你也不要指望BBC不问你也不要指望纽约时报不问华人有不会他们一定都会问问了之后他们也不会预期你有什么很意外的答案就就就是呢觉得我知道的我问的时候拜登一定就啪啦就把中国骂骂一顿嗯可是这次竟然没有对所以CN就傻傻住了你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如我预期的这样的回应对这个这个回我回答太多了 这个回答不只是从CN的视角来讲很特别不只是对拜登很特别而是在我如果印象中1976年之后的民主党总统没有人用过这种调子嗯在香港事件的时候一开始你会感觉到当时的Donald Trump是这个调子Donald Trump觉得香港的问题那个是中国的问题他相信习近平可以可以处理好你你回头去看在2019年初的时候五六月的时候在当时的川普 川普是不太想去管香港的因为对于川普来说每个国家都有人权问题呀是那人权问题对他来讲是最廉价的一件事情他根本都不想管那个是川普的概念是但民主党的总统过去向来是非常重视人权或者他的背后势力是非常逼迫的他必须重视这件事的川普川普不去管香港那个还比较能理解他不只是为了为了他他有时候要去跟跟金就金正恩的去去蹭下温 深度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人权记录非常差是他对于他他他对于就说的这些穆斯林的就说入境的我问题他各种对于女性的歧视的言语还有对移民的对那个时候还没有黑命贵哦那时候还没有黑命贵所以在川普主政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人权记录一塌糊涂自己已经是重视之地了所以他不太好意思用人权的理由呢去过问香港这个是能理解的当然最后川普 政府他们还是非常的关切香港问题但是并不是基于人权而是基于反中是他是因为他的反中的战略已经设定了可是你看到星期二的时间CNN呢在在访问了拜登拜登是怎么讲我我就有有需要引用一下我们我们把它把它翻译一下就说CNN呢CN问到就是说提到香港台湾新疆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拜登呢第一个他拒绝了去用批评的语言然后呢他他他说呢 文化上面每个国家进行越准备 Keen preen varies 都中好的和他的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瑞纯幻客监ii公司意义 就你一些就是主持zie 我发音比下因为我英文不好好吧他他说啦在文化上面每个国家对我们也每个国家都有美国打游 eyebrow sa 那就可以那个纳闻 어가ox 就是画一发标准的意思那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会被 пры في CD 1950 去照这个规范来行事 简单的就是说 每个国家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 是就是你不要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用我们美国人的标准 去衡量中国人 他是怎么看新疆 这句话不是不是不是北京常说的吗 呃其实 他就是杨洁篪说的 对啊 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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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拜登讲话的时候 我就说哇拜登是被杨洁篪 下了药吗 因为他几乎就是把杨洁篪画的那个红线讲一遍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 就是通常当杨洁篪当北京这样讲的时候 理论上来美国一定是倒过来讲 你倒过来讲大家都给你拍拍手啊 你今天拜登如果把杨洁篪讲话骂一顿 然后呢循着过去呢 民主党在批评谈到新疆问题 布林肯之前呢都还 因为拜登在去年的时候都还曾经讲过 那个是种族灭绝 新疆是种族灭绝 然后都还认为呢在新疆呢是违反人权的如何如何 虽然北京现在的态度呢就像是待会我们会会谈到的 就是说呢加勒河国的冲突一样 北京呢忍你忍了这么久之后 北京现在态度就来啊你你进来看啊 你进来看我我我让你看嘛 那同样的就像是对于呢疫情 之前你在对疫情荼毒门来吧你你你进来看好了看完了之后你也到到美国看大家呢就对的好但是当拜登这样讲讲完了之后 讲完了之后呢他他还去继续讲讲一段话他就说 我不会公开反对习近平在香港新疆问题上面的做法或者是通过强硬的手段来结束两岸分裂实现中国统一 这句话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拜登的脑袋真的出问题了还是蓝德报告已经对他产生影响了对我要我也我也我也想过因为我们在我们在在过年前我们谈的最后的那个其实很重要的一集就在谈蓝的蓝德报告那我相信有些人可能注意到了没有话你再去你再去听一下因为把重点大概谈了那蓝德报告里面在谈到的就是美国的当下美国的当下的就是说呢战略学学界 一个比较他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而是随着美国的国力的调整相对国力的这样的一个消长美国的战略学学界总是有一个务实学派的在这种的现实主义者他不断在提醒就是说美国的国力相对而言已经大不如前相对相对他还是世界第一对但是呢你要他像过去一样能够照顾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然后随时出兵去打两场三场的战争他们的国力 已经没法支撑了所以他那样子的一个一个罗罗级里面他的那篇的报告的报告的名称叫做implementing restraint就是实现克制对就是实现克克制就是呢就是要自我克克制什么叫自我克制就是扫管闲事吧对有有些事是你管不了的嗯拜登的讲话会让我觉得就是那个调子对 就就是我不会我不会公开的去反对习近平在香港或新疆问题上面的做法或者是通过强硬的手段结束两岸分裂实现中国统一好他后面还一句话他说因为呢中国必须统一这无疑是中国最为核心的基本原则而习近平的所有的形式也是基于这个原则 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 这个人 如果如果如果之前之前川普的在笑他说他是sleepy joe 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你只是挖苦他而已 可是这个时候我就但是他不是他不是被催眠 他是把另外的一套的逻辑讲得非常的清楚 当然拜登隔两天他其实就收回了他讲的这一段话是嗯嘛 所以你要说他之后就会照着他刚刚所讲的话走吗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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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你说他在人权问题上面就从此不反应吗不会不会不会 他从此就不关心香港新疆或者台湾问题吗不会不会不会 但是我觉得这段话多多少少透露出他的心情上面的一个变化 嗯那就是美国到底跟中国之间在人权 这一个所谓的价值观上面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嗯 就你要你要坚持这一部分的价值观 其实你要付出的就是你没办法跟中国之间好好相处的国家利益的代价 嗯那你要选择这个价值观还是选择你自己的国家利益 我觉得拜登现在在纠结了嗯 我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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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拜登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是不会接受他隔两天收回去的因为这种的这种 就是说很明显的就是说呢风向转变的谈话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 或者任何一个政府释放出这种让大家觉得突然间就是呢 傻傻住的讲法的时候他一定是进两步退一步就我先释放了一个风向球 然后跑的很前面大家觉得很错之后我稍微退回来一点 他就会觉得说嗯还能够容忍他会他会进一步了对然后他他会告诉你 我不是那意思我其实是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方向已经已经变了 许多的国家就像是安倍安倍安倍呢开开始呢跟跟跟中国呢 采取一些的敌对操作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说你不要看他今天讲 你要把他几天的讲话摆在一起那个进两步退一步呢就很明显 再来就是说以拜登来讲 你要知道美国美国总统接受这种大媒体的访问 有关尤其你你很清楚的知道拜登上来说大家高度关注就是说你的大国政治操作 而中国的人权问题是所有西方媒体的必考题就是他不会没有准备就是他也不会不需要准备一套多么特别的讲法 他只要把惯性的那个讲法就像是布林肯你连种族灭绝都已经讲过了你还是什么好在乎的你什么你怎么讲都可以 可是拜登的这个讲话其实太特别因为他是把所有的叙事的逻辑完全的倒过来他几乎站在了一个北京的立场在看新疆在看西藏在看台湾在看香港 这个是过去美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不认为他还有所谓的收回的问题他反映了拜登当下对于美国的战略问题的真实想法好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说拜登对习近平容忍 你就可以讲说是这一种战略容忍 就那个战略容忍他正在调整他真正关切中国的问题 他真正关切的问题的核心点他正在做调整 过去大家会觉得新疆香港台湾问题可能会是拜登最关心的这个战略战略的重点 现在看起来可能不是了 我觉得这一点是正在改变当中那你说蔡英文有没有感受到拜登的这种变化 不可能没有 所以在周末的时候 你现在注意哦 蔡英文政府都会利用周末的时候释放重大讯息 尤其是可能挨骂的讯息 他都一定在周末释放 因为这样子呢 很多的媒体都休假 包括了郑金龙头配休假 所以呢大家就会不管他 好 国安团队 大地震 陈明通 原本是陆委会的主委 然后现在去担任国安局长 邱泰山是前法务部部长 然后因为官缩案而下台 然后现在接陆委会主委 那国防部长呢 颜德发下台 然后接着由原本的国安局局长 邱国正来接任 看起来好像叫做大地震 但坦白说国安团队啊 除了下来一个颜德发 上来一个邱泰山 没有什么变动 嗯 呃 我觉得除非蔡英文下来了 否则都都不会有什么变动 嗯 那我们刚才在讲就是说 拜登的那种的讲话的方式 其实拜登的讲话的内容 他比较符合美国 在拜登上台了之后 有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叙事逻辑 在一个中国的叙事逻辑 这等我们讲过 虽然有很多人质疑 就是说 那个讲话的哈佛大学的教授 叫做Alison Alison的讲话 怎么能代表拜登呢 你听到拜登星期二的讲话之后 你就知道 对 跟Alison的讲话来讲 没有差别啊 那个基调是一致的 不会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 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首都呢 在北京 那当他在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推论出来就说 我拜登绝对不会去公开批评 或者是谴责 习近平的在新疆香港 甚至要用武力呢 要统一了统一了台湾 的这件事情 那个叙事逻辑是比较一致的 虽然从台湾听起来会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 以前的美国总统都没有这样说 好但是呢 蔡英文的反应呢是是特别 蔡英文的 蔡英文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团队的转变 呃 当第一个从我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变了 因为因为这些 他都没有涉及到战略问题 他都只是在让外界以为就是说 我已经有一些应对的动作 为了动作而动作 至于那个动作的目的跟效果 并不是我能够呢去预判的 何况这些人 如果说这些人就能够代表的两岸的两岸政策 或者是战略的调整 就能够在拜登时代因为放眼未来最少四年 那未来的四年战略就就能够调整 那就好办了 这个这些脑袋 你如何想象这些人的脑袋 会随着一个美国新总统上来之后 他的脑袋突然就像拜登一样能够180度的转转弯 不可能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大家还记得农历年前 当时蔡英文举行了一个国安会议 很特别的国安会议 坦白说没有真正的国安问题 可是他要开一个国安会议 这里面呢 他就硬是凑出了几个议题 后来都发现效果十足 不管你要用什么效 第一个效果十足的呢 是他大力的赞扬 美国的军舰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 好像感觉上面给台湾撑腰 作为后盾 但是对不起 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第七舰队 就点名了中国大陆 好那点名中国大陆 这不意外 越南 越南长期在东南亚当中 是美国最拉拢的盟友 他也点名了越南 还有台湾 非法限制自由航行 你想想看这里面有多讽刺 在过年前的时候 蔡英文大力的称赞美国 你们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 这件事情在国际上面 是创造了和平的基础 现在美国说 可是是你破坏的 台湾你就破坏了 你自治点 那现在蔡英文到底应该怎么回应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太能够确定 就是美国的军方的态度 有没有比较明显的转变 因为毕竟虽然我们看到了拜登对于两岸的 两岸的论述方式 对于中国呢 有关于他国家国家统一新疆的问题 西藏的问题 香港问题 台湾的问题 他的论述的方式 拜登很明显的是变了 对 很明显的已经已经变了 非常清楚 OK 那也回不去了 但是军方美国的美国的军方国防部的态度 你从拜登一上来 航母航母战战斗群已经两次来了 第二次呢 来了双航母战战斗群 那我认为他仍然把南海当作是重点 当作他的刷存在秀肌肉的一个重点 这个跟过去并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够确定就是说 到底现在拜登对于五角大厦的影响到怎么样的地步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重点 好 可是呢 当当他们做 第七舰队的 这对于对整个的整个的南海的活动 当菜今天还有一条新闻就是 呃台湾方面来讲正在修建了太平岛的码头 对这个太平岛的码头呢 蔡英伟已经讲了就在他任期结束之前呢要完成 那个完成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过太平岛了去太平岛 你要不然就搭41113栋当日来运输机 运输机好吧 那个呢是总总统级的搭搭着41113栋 那你可以直接落地 否则呢你大概就得要运辅你就是要到了他没有办法直接靠岸 对 到了外海 再来运辅船去登陆他没有办法直接直接直接靠岸 那个码头是不能够直接靠的 所以大家就讲说那这样子太平岛如果有事情的话呢 你要增援部队要运送物资都很困难 好今天的消息蔡英文说在他任期结束之前那个码头的修建当这个从过去 在马英九时代他们就一直都在做的要要完成你就知道台湾对南海的问题 这个是 这个是民进党最难去处理的部分 以前我们常听到就是台湾台湾但是我常讲就是在中华民国治下的所谓现在的台湾地区其实包含了中国的三个省一个是台湾省一个是福建省还有其实南海跟东沙是属于广东省甚至于南沙应该是属于海南省严格讲是四个省 嗯或者说四个省现在但是最难处理的是你的南沙问问题东沙问东沙可能你硬要去拉拉扯扯还有点话讲因为距离高雄还算近虽然虽然呢真正虽然他其实近大陆更近近香港的近大陆的更更近可是南沙以台湾现在的实力来来讲寡人无罪啊怀岛其罪台湾没有罪但是台湾凭什么在1600公里这么远的地方在南沙有一个天然岛 而且是天然的岛当中最大的一个岛太平岛唯一有有淡水供应所以蔡英文在这边要扩建太平岛的码头希望能够让跟台湾本岛之间所有的运捕连结速度要变得更快以及更完整嗯但另外那一边美国在秀肌肉的同时嗯他还轻轻的打了你一耳光打了你台湾一耳光嗯我不太相信这是军方自己的作为嗯虽然说嗯刚刚这个 向荣讲说说不太确定说拜登对于五角大厦的掌控到什么样的程度嗯但是美国军方在批评谁的时候嗯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上达白宫至少国务院要知道嗯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是友邦或者是敌邦嘛嗯那越南他们一下拉拢嗯在南海他现在如果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盟友群的话越南一定是他第一个拉拢的嗯 台湾一向是他们拿来作为工具的啊嗯所以第七舰队现在不但点名中国大陆还去点名越南跟台湾我认为这是个重大变化啊嗯我觉得今年2021年了在整个的中国和中国在东南亚的关系里面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改变是印度越南和中国的关系的变化对这个是今年的最热最值得观察越南的部分除了第七舰队刚的点名之外另外一个要去观察的点就是 他们点名越南的那个汇率操纵国嗯这件事情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这点是真的值得观察是所以呢在在东盟的这两个在过不能说东盟因为越南是水冬印度并并不是在亚洲但是呢这两个国家向来是在操作跟中国的敌对关系的时候美国比较能够下手的两个国家但这两个国家我认为最近的一些动作来看他们在2021年跟中国的关系应该会有相当程度的正向的修补 但是我们刚刚在讲就是说美国的在释放出那种的把台湾把越南跟中国摆在一起批评我的感觉是他不他的重点不是要去批评台湾重点是为了稀释对对中国的针对性这也可能就是我因为过去我惯性我在这个地方自由航行的时候给大家感觉就是冲着中国来的但是我在嘴巴上面尤其顺着拜登的逻辑顺着拜登政府上台了之后 不想太针对中国尤其针对其实跟美国直接利益无关的问题跟中国叫板所以他把那个呢频率或者说把那个针对中国而来的味道呢把它降低变成好像我不是只针对中国我对越南对台湾也一样 所以以后呢就说的中越台三边的并称把它当作是在这个地方绕绕绕行情自由的主要的理由他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惯性常态性的表达跟过去的只谈中国是非常不一样 那他会不会施压蔡英文要放弃太平岛 不会因为放放弃太平岛终究要有要有人待在那儿如果放掉太平岛那就是让让老共跟越南在对太平岛动都要动手 我怎么有一种感觉就是呢拜登的这一辆车正准备要急转弯 台湾现在努力的希望能够不要被摔甩出车外但有点应变不及的味道 对啊坦白讲啊就是说呃当现在的人工造岛已经是太平岛的好几十倍大的时候太平岛已经没有这么重要 就那个他的战略位置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对现在的现在的不管是永暑礁啦美济礁啦储碧礁啦这几个礁的现在的量体都已经是太平岛的好几十倍大 嗯第二个就是说海水淡化的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如果只是要供应个一两百个人在岛上的就是干净的淡水的需求已经不需要再挖井在在做什么 嗯第三个就是说当今天呢这些岛上面都已经有了一些呢战术性的武器的部署 那个那个火力都比太平岛要强大许多太平岛在过去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独一无二 嗯可是当人工造岛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太平岛真的没有这么重要了好这个呢当我们从这里面你看到拜登的态度上面的转变 嗯然后去看到这个每月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会出现变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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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